弟兄姊妹平安 这个星期是我们的联合崇拜 这个政大呢 是艾德木斯在这个星期为大家所提的 尽管历史上其他人都说过类似同样的话 但这句话呢 被归于圣奥古斯丁他所言 教堂是罪人的医院 不是圣人的博物馆 我不知道这句话在你脑中 呈现了怎么样子的图像或者是意义 而今天呢 我们来到这一个重要的主题 彼此重建修复 我们都知道医院是我们去修复身体的地方 而教堂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需要去的地方 有些人说我不喜欢教会 因为它里面充满了有问题的闲杂人等 但我们去医院里面全部都是病人 我们也不会刻意的去避开医院 是不是 我们去医院是因为那里有受过专业医疗训练的人 而我们去教堂是因为那里有属灵的人 保罗给加拉太教会这么写 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一到二节这么说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我们去教堂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群有能力的人 而是因为我们是一群认识上帝能力的人 我们知道上帝使用软弱破碎的人 做他自己奇妙医治的属灵工作 我们今天早上读到的这段经文 基本上是关于如何处理教会生活的冲突 但在第一段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过程的最终目标 第十二到第十四节 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 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 常见我父的面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 一只走迷了路 你们的意思如何 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 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 若是找着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为这一只羊欢喜 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羊欢喜还大呢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 不愿意这小子里的吃上一个 我们的目标是要重建 是要恢复 有趣的是 希腊文重建这个字 也包含了修补的意思 如果我们更宽广的来看 刚刚这个医院的比喻 当我们骨折的时候 医生实际上 并没有办法修复我们的身体 相反的 医生只是提供了一个治疗的工具 一个治疗的条件 好比有石膏 有止痛药 或者是卧床休息 将我们脚抬高等等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上帝对人体奇妙的设计 最终我们的身体是自我的恢复了 而在教会中也是如此 当我们尽力彼此祷告 同心敬拜 有一样的信仰 我们努力的彼此来解释圣经 我们对于社区 对于外长的事工 一起来进行 而上帝是透过我们 来实现他属灵的工作 他医治了我们 他重建 恢复我们的属灵生命 这是上帝的工作 我们只是上帝的工作过程的参与者 耶稣的生命 死亡和复活 带给我们重生的机会 约安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 这么说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上帝的儿女 作为被救赎被爱的孩子 我们也有责任参与上帝救赎的工作 在这个过去的两周当中 我们探讨了彼此宽恕 彼此教导 彼此相爱这些主题 就是盼望我们能够彼此 能够来重建修复 就像我们自己 被上帝重建修复一样 我们常在教会当中 会有看见一些冲突 如果说教会生活当中 从未发生冲突 那就太好了 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肯定是一个公然的谎言 不同程度的冲突 在教会当中和教会外 都是很常见的 我所说的教会 并不是指我们圣希拉蕊的教堂里面 而是指基督 圣希拉蕊的教会 都会有冲突 我们如何敬拜的方式 可能会有冲突 我们如何教导的方式 可能会有冲突 我们可能在教导的内容上 也会有所冲突 我们应该把时间或者金钱 放在什么地方 也可能会有冲突 有些牧师和领袖 因为可怕的冲突 而感觉疲倦 导致最终选择离开 基督徒的婚姻和家庭当中 常常有一些因着无法和解的冲突 而最终导致了破裂 作为一个超过25年的基督徒 我可以告诉你 在教会当中 我曾是冲突的被害者 也是冲突的创造者 而冲突的开始 往往是因为我们对一件事情 或许是过于异常的热情 或者是顽固或可动摇 而上帝以他的智慧和主权 直到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 因此上帝他提供了基督徒 一个处理的冲突的框架 如果处理得好的话 冲突是可以 成长 是可以透过冲突来成长 并学习新的事物 甚至是一个转机 但如果处理得不好 仇敌可以利用冲突来升级 并且在整个社区当中 来造成更严重的破坏 当一个冲突导致另外一个冲突的时候 人们偏袒一方 然而你就会开始 人们就开始会有一种 我们和你们的这种群体的心态开始出现 最终成为最教会的毒药 而我们该怎么做呢 就像我们身体有疾病一样 我们可以等待疼痛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立即去看医生 来避免以后 会需要更复杂的治疗方案 或者我们可以一直等待 一直等到事情 病况变得很严重 在别无选的状况 去进行大规模的治疗 今天第15节的经文这么说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因此 牧师要提供大家几个步骤 第一 我们可以一对一的去找对方 即使这是第一步 但我们也常常会失败 我们来与他交谈 看看你们之间是否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冲突往往是因为误解而引起的 但不总是这样 但是我们要不洗一切的代价 来避免流言和蜚语 在有些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好比这是不平等的关系 或者有危险的关系 或者是虐待性的关系 第二点 可以去找一个见证人 在教会里面找一个受对方爱戴 和尊重的人 这是不放弃对方 并且对彼此关系的一种尊重 并且透过见证人 在当中寻求真正的重建 恢复及和解 第三 我们可以把问题 带到教会里面来 如果这个肢体拒绝听从 我们可以把它带到教会当中 这意味着牧师或者是其他的领导 可以一起来与他协调沟通 如果有一天你来找我 我一定会先问你 你有没有先做的第一跟第二步 而最后一个步骤 说到了足出教会 这个词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如果这个人坚持不愿意遵守规矩的话 那将可能被要求离开这个地方 当然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 也是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但如果步骤一到三失败的话 这往往是他们自己做出的选择 我们的目标是在尽所有可能的情况下 都不要走到第四个最后这个阶段 而是应该尽所有我们可以做的 来挽回这个弟兄或姐妹 真正的重建与恢复 我们在看到圣语的这段经文 提供了这种情况的例子 首先彼得他询问有关 人必须原谅其他另外一个人几次的问题 无论这个翻译本告诉我们是77次 或者是其他的翻译本说到了 70个7次 这个信息要告诉我们的是 我们要坚持不断的持续做下去 在基督徒兄弟姐妹当中 我们所需要被宽束的次数 也等于他人愿意请求宽束的次数 甚至可能比这个更多 我们在团契当中重要的目标 是为了能够彼此有一个真正的重建及修复 更是一个持续的真诚充满爱的一个重建与修复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 真正的修复真正的重建 会涉及到我们定期的忏悔 宽束 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崇拜中的认罪是如此的重要 其次 经文当中所提到的二奴才的比喻 是表明了我们不以被宽束的方式 来宽束其他人的话 可能造成的一些危险 我们不可能了解 我们可能不了解当时的银币是如何的来通用 但以当时的这个货币 经文里面出现的第一个被宽束的人 相当于100天的工资 而第二个被要求宽束的工资 还不到一个小时而已 是的 其实是很小的 这些债务也会让人感到刺痛 但与上帝丰富无比的爱来相比 这些根本算不得什么 因为上帝的爱已经取消了我们所有的罪债 并使我们能够完全的与上帝恢复那起初的关系 而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为什么不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所罗马王他花了比我们更多的时间 他花了比我们更多的时间 来建造一个上帝的居所 一个圣殿 而在献上圣殿的时候 所罗门做了一个惊人的献殿祷告 这是所罗门的祷告 在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二到十六节 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 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余 我若使天闭色不下雨 或使蝗虫吃着地的土产 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 这称为我民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我必睁眼看 侧耳听在此处所现的祷告 现在我已经选择这殿分别为圣 使我的名涌在其中 我的眼我的心也闭在那里 这是一个双向的承诺 上帝他聆听 他子民的祷告 他也要与他的子民同在 但他的子民必须要做到 刚刚所提的要谦卑自己 要祷告 要寻求上帝的面 要远离恶行 当我们说到谦卑自己 这是一种反文化的美德 在基督徒与工作场所的影响之前 谦卑与羞辱其实是相等 当我们学习主耶稣的样式的时候 我们选择降低自己 互相提息 这是与耶稣同行的一个原则 彼此相爱使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更加亲密 当我们说到祈祷 我想我们已经不用再多说 祷告 这个祷告的殿堂 这个教会 应该随时充满祷告 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 与主更有更多亲密的关系 因为这将会为我们未来的 几世代的人 来与上帝真正有持久的关系 而有重建 而这个世界也有巨大的吸引力 也是最反文化的特色之一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寻求上帝 在我们谦卑的祷告的时候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来更亲近上帝 我们要来寻求祂的面 我们来寻求祂的旨意 并准备好去祂拆遣我们要去的地方 去不计代价的为上帝来服侍 远离罪恶 这是一切的核心 是十字架的核心 但我们真的愿意这么做吗 在这里 我想承认在这个教会当中 我们曾经失败过 我们有犯过错误 人们因为彼此的言行而受到伤害 有时我们还把东西或者金钱当成偶像 而作为教会的属灵领袖 我为之前的每一位领袖 和我们自己的任何与上帝 和我自己任何与上帝国度 目标相悖念的罪孽 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忏悔 在我们今天 谈到重新献上这个教会的时候 我为我们能够同心 合一的手和合一的心灵来祷告 我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看到真正的复兴 我们看到不管在每一次的复兴 包括这个教会 或者是在任何的地方 复兴之前 都是必须要以热切的祷告 和忠心的忏悔而开始的 我为我们这个世界的复兴来祷告 为我们这个世代 下一个世代的复兴来祷告 而正就需要我们以谦卑 祷告 忠实寻求上帝 并且立起我们的罪恶 来开始 愿上帝的国降临 愿上帝的旨意成全 主耶稣 我们求祢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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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 elo? 阿们 阿们 呢